大家好,又到一百个怎么办的时间了 上一集就跟大家说了,要惩罚孩子的时候 之前要想清想错,最重要是心平气,不要急,不要问 接着就跟大家说说,罚什么好呢? 我自己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自然而言的 什么是自然而言呢? 譬如说,他扭脚,不肯吃这个菜,就不吃了 就等他饿了 又或者他真的不肯做功课,不肯抄那篇字 我做妈妈,我就会等他欠一下 等他回去,就被先生打个靠叉 当然,每次欠不行,不过有些我也有相确的 譬如,现在冬,他怎么都不肯穿件衣服 那你怎么办呢? 那是否忍他不穿呢? 不穿他会懒惰的 那我就会让他选 你可以选的,你现在不穿 你穿这件红色,还是这件黑色的呢? 怎么都要选一件,妈妈都是这样选的 那当然,另一件事要考虑的呢 就是他的错的懲罰 要跟他的年龄相符合 我们很多时候呢,又或者跟他罪状相符合 譬如,偶然他答应了你要做好些功课 那你就跟他说,你陪妈妈出去逛街吧 那然后他就说,不行了,妈妈,我做不了功课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举例? 因为有个妈妈真是这样 那他就说,你既然答应陪我出去逛街 但你现在又做不了功课 我罚你呢,一个月没有出街 那好不好呢? 我觉得应罚过重了 还有呢,动机的问题 我们经常都会说 他的动机是,他可能不太懂得约束自己 不太有规律,做不了功课 所以搞到答应了他们出街出不了 那最多罚他一次两次没出街就好了 那另外呢,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想他没有这些坏的行为 而有好的行为 那可以尽量罚他要他做好的行为 譬如,罚他,OK,你现在答应的事情 你做不了,你做漏了一样功课 或者你怎样做错了一些东西 一天你打小孩 那你帮小孩把拖鞋摆好他 小过一些可以 三、四岁 帮小孩把拖鞋摆好他 跟小孩说对不起 那再大一些呢 可以罚他洗米,洗碗,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呢 一些惩罚就不只是 打,我很反对打 因为你越打,他就越皮厚 越打,他就越不听话 甚至去到麻木的 那么聪明的父母如大家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想多些计计 在懲罚之余呢 是怎样引导他呢 是学到一些好的行为 这件事最重要 是学到的 是学到的 是学校的